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丽的夸赞 拿想直接被碰了冷水 遭到她各种嫌弃 小丽的贪帅激起了水哥的斗志 她上网查了各种菜品的制作方法 日复一日的坚持着 切出了醋而有利 喂蛋如水的新式萝卜丝 还创造出了炒面配米饭的新式便当 小丽忍无可忍 直接留了张纸条 希望爸爸能好好做饭 这下可苦了水哥 做饭什么的真的太难了 同事给水哥出了个主意 做生鱼片便当 这样又好吃又营养 于是 水哥装了满满一颗生鱼片 然而 臭掉的生鱼片 让小丽彻底崩溃 她急冲冲把便当拿到天台 刺鼻的新臭味直接让她激眼 她控诉水哥不想吃她做的便当了 面对生气的女儿 水哥很沮丧 她终于意识到要好好开始学做饭了 她开始认真地向同事请教 去查阅菜谱 做笔记 顺便换了好看的便当盒 她会提前把食材备好 认认真真地准备便当 当看到漂亮的便当盒 小丽十分惊喜 看着精致的搭配 她吃了一口 味道也很好 而她的朋友们也夸赞到 真的用心了呢 晚上回到家 看着水哥期待的眼神 小丽不由地夸赞起来 这让水哥欣喜若狂 更加充满动力 慢慢地 水哥做的便当越来越好看 也越来越好吃 就连朋友们都羡慕起小丽 而在水哥成长的过程中 小丽也在成长着 她交了一个男友 为了抓住她的胃 于是自告奋勇为她带便当 她让水哥每天多做一份 谎称是给朋友的 小丽幸福的样子 让水哥看出了端倪 而每天为男友送上便当 成了小丽最幸福的时刻 她也悄悄地把这份功劳 记在自己身上 而恋爱是有多甜蜜 失恋就有多苦涩 她失恋了 她把自己埋进被子 偷偷哭泣 水哥站在面外 似乎明白了什么 她决定用自己的方式鼓励她 小丽坐在阳光下 看着水哥鼓励自己的话 吃着好吃的便当 她的心情一点点被治愈 她突然明白 失恋很痛 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因为她有贴心的朋友 好吃的便当 还有一直支持自己的爸爸 虽然她不会用贴心的话 来安慰自己 但是那各种各样的便当 承载了她对自己无尽的爱 转眼三年过去 小丽的高中生涯就要结束 水哥每天数着天数 有些伤感 因为高考一结束 她就不需要做便当了 晚上 她买了丰盛的食材 用尽全力 为小丽做了最后一个便当 当小丽打开便当 看着水哥给她留下的话语和相片 边吃边哭 感慨地说 爸爸做的便当真好吃 而水哥看到小丽留给自己的纸条时 老泪纵横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付出 同样谢谢您 给了我付出与成长的机会 今天是小丽开学的第一天 她拿出了一份充满爱的便当 交给了水哥 这次换自己来照顾爸爸了 影片也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像春日午后 冒着泡的汽水一样 简单而舒适 温暖而治愈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爸爸的便当世界第一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